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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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禮拜前談到 如何運用賽局分析的觀念 去解析規則裡的細節 然後不同的策略互動情境 我們所被給定的那個規則 當它不同的時候 有可能導致 賽局最後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 甚至我們在這個集體決策 跟投票的這個作業體裡面 大家也看到 當集體決策的這個規則 跟程序不一樣的時候 有可能造成不同的選項 都是透過多數決 民主程序 獲選 所以 有些人就會問 在我們所謂的 民主投票的制度裡面 究竟這個民主制度 是加總 調節了不同人的偏好 還是這個民主制度最後選出來的結果 反應的只是規則設計本身 那我今天課堂上要跟大家聊的 比較偏商業 我們繼續從規則裡的細節這個概念出發 然後我先跟大家深入的討論一下 電視影集授權談判 在我們的情境裡面 原本Paramount這家影視公司 他製作了一檔情境喜劇 叫做Fraser 歡樂一家親 然後已經在NBC 播出非常多季 也得獎 然後歡樂一家親這部影集 其實是美國非黃金時段 收視率最好的影集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成績叫做好還是不好 因為他不是進黃金時段 但是在他所給的時段 他的收視率成績是最好的 這時候 Paramount歡樂一家親影集 跟NBC的合約到齊了 但是Paramount決定要繼續再拍 未來好幾季 這時候他們就要跟NBC談續約 而這個續約的過程中 他們 我們把情境簡化 製作公司Paramount 跟電視台NBC之間要洽談的 就是這一部影集 在NBC首播 First Window的授權費 每一集要賣多少錢 所以我們把價格就簡化成 單集的這個授權金價格 那我同學就發信問我說 我們這個作業題目裡面這個影集 單集的授權費是以萬美金為單位嗎 因為我給的數字好像都很大 那我答案是對的 如果從90年代中期開始最熱門的情境喜劇 是六人行Friends 我不曉得現在還有沒有人在看 那六人行它總共播了10季完結 非常受歡迎 在它第八第九跟第十最後三季 它一集22.5分鐘的授權金 首播的授權金 是借在800萬美金到1000萬美金之間 那還是首播 那從那時候當年到現在 那六人行在不同的電視台 不同的平台被重播 然後它也上過Netflix 它也是連續好幾年在Netflix 被觀看分分鐘數最多的前十名的影集 所以影集如果做得好 其實收穫這個報酬可以非常的驚人 我們現在要談的是 NBC想要跟製作公司Paramount續約 而當初Paramount跟NBC 他們對於這個續約該用什麼樣的規則 跟順序來議價 他們曾經先溝通過 然後他們的溝通後來 被整理在一封email裡面 然後那封email後來又公開 公開了以後被收錄到哈佛大學的商業個案 然後被諾貝爾獎得主Alvin Roth 他寫了一篇討論優先權的價值的論文 跟他的合作者一起寫的 就把當年他們的email也附在這個論文裡面 我們這次作業的附錄就給大家看到 當年電視台跟製作公司之間 他們是先協商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規則跟順序 來洽談新的合約 然後他們照著之前協議好的這個 寫商規則來走 在我的作業題裡面 我的設計基本上想要捕捉 從那封email當中來捕捉他們當年 協商順序的那個精神 而當年他們的這個協商的這個規則 有一個重要的一個條款的設計 也就是NBC他擁有優先權 這個優先權講中文可能比較模糊 在英文裡面我們就稱之為 rights of first refusal 也就是NBC可以跟Paramond製作公司 他們先談影集授權要用什麼條件 如果談成就談成 如果談崩了 NBC提了一個價格 然後製作公司Paramond不接受 那這時候NBC才有權利 可以去找其他的電視台洽談授權 而當時NBC最大的競爭者就是CBS 等一下 如果談崩了製作公司Paramond 才可以去找其他的電視台談授權 而當年NBC最大的競爭者是CBS 所以如果Paramond跟NBC談崩了 Paramond不接受NBC的出價 Paramond就可以跟CBS談 那當年兩兆雙方協議好 給予NBC的優先權的這個規則是什麼呢 是Paramond如果跑去找CBS 談成的價格 竟然比NBC當初被拒絕的價格更低 那NBC有權利決定說 我要不要把你CBS跟Paramond所談成的這個合約 撕下來 也就是Paramond跑去找CBS談 談出來的合約如果是對電視台更有利的 比Paramond當初拒絕NBC的那個合約相比 跟CBS談成的合約如果是對電視台更有利的 那NBC有權利說我要新事 我的right of first refusal 把Paramond跟CBS所談成的這個合約 按照CBS的價格把它吃下來 來簽署 我們現在先來思考一下 這個賽局的規則 乍看之下很複雜 但是我們可以如何簡化來分析 而這個分析的過程 我希望大家要思考的問題是 對NBC來說 擁有這個right of first refusal 擁有這個優先權 它到底有多少價值 擁有優先權這件事 對NBC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這個價值是多少 價值可以是正的 可以很大可以很小 可以是零或者是負的 表示說擁有優先權這件事 反而讓我最後能夠得到的利潤 或報酬減少了 那我們要怎麼分析呢 上一堂課跟大家講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運用反推法 在每一個階段 兩道雙方在協商在談判 在每一個階段 我們都要去思考接下來 不同的賽局參與者 包括其他人 包括未來的我 會如何回應 然後了解了未來 預測了未來的走向之後 我再反推判斷我現階段 該怎麼做最好 有時候面對到文字敘述 很寫實的賽局 我們可以把這個情境 整理成game tree 樹狀圖分析 我們就先嘗試著把 這個NBC Paramount 跟CBS 三方之間的 這個 關係 這個賽局的進程 整理成一個樹狀圖 我們來看看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的故事從哪裡開始 其實他們的談判 分成了好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NBC 他可以決定他要如何出價 NBC有哪些價格的選擇 他價格可以很低到零 但是對NBC來說 每一集影集 能夠為他帶來的廣告費 最高是一千萬美金 所以理論上NBC能夠出的價格 就落在零 到一千萬之間 然後中間 任何的數字跟價格 都是NBC可以出的 當然等一下在分析的過程中 我們假設 出價的最小單位 是一萬美金 免得我們會面對說 有無窮多個選擇這樣的情況 但是這個 所以我們要畫出NBC的選擇 這個 這棵樹的分枝 其實相當多 一千零一個 中間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每一個分枝都可以再延伸出去 變成是PairMount 他可以決定 我要拒絕或接受 所以我就隨便 任意地畫其中的一條 作為代表 假設NBC的出價 是PNBC P代表價格 PNBC代表NBC所出的 某個價格 借在零跟一千之間 在NBC出價完畢之後 第一階段的後半 就是輪到PairMount 他可以決定 拒絕或接受 我用PM 來代表 PairMount 所以PairMount可以決定 接受 Accept 或者是拒絕 Reject 在PairMount接受的情況之下 他們談判 就達成了 那麼 這個賽局 就此結束 那我們可以簡單整理一下 在這個情況之下 NBC 所得到的報酬 或者說利潤 是他得到的廣告收入 一千萬 減掉他所需要支付的價格 PNBC 然後PairMount 所得到的報酬 就是他的影集授權收入 CBS我就不寫了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參與 在第一階段 NBC的出價 PNBC 被PairMount拒絕之後 如果PairMount拒絕了 那這個賽局就往前推進 進入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換成是PairMount 可以跑去找CBS 來談判 來談授權 那麼我們 所假設的規則 是由CBS出價 然後PairMount 決定接受或拒絕 這時候CBS 面對哪些選擇 在我們的故事裡面 有提到 CBS他原本是個局外人 他現在突然有機會 可以開始跟PairMount 談影集授權 所以他需要做一些準備 需要做一些評估 所以我們假設 他如果決定要跳進這個賽局 他必須要額外支付一些 OK 法律或者是計畫評估之類的成本 我們稱之為他的交易成本 在這樣的情況下 CBS可以決定 我不要參與我不玩 所以CBS面對到的第一個選擇是Wave PairMount找我談 但是我不要跟你談 OK 我不參加 如果CBS決定不參加 那這時候我們假設PairMount 找不到對象 可以談影集授權 唯一的對象MBC OK又談失敗了 但CBS也可以決定說 OK我要跳進來 再補充一下 在Wave的情況之下 就是所有的賽局參與者 包括MBC 包括CBS 包括PairMount 因為沒有事情發生嘛 所以大家的利潤都是零 那CBS也可以說我要跳進來 我要決定 花那20萬的這個協商成本 然後我要來出價 那CBS最少他出價可以出1萬 最多CBS能夠出到多少 980 為什麼 因為一集影集為CBS 帶來1000萬的授權費 可是他為了跳進來參與 他需要先支付20萬的協商成本 也就是說當他跳進來參與這個賽局 在談成的情況之下 這個影集最多能夠帶給他的價值 扣掉了協商成本之後是980 所以CBS在1萬到980萬之間 OK 非常多的選擇 在CBS出價之後 不管是1萬還是980萬還是介於中間 這個賽局的球 又回到了PairMount手上 由PairMount可以決定他要接受或拒絕 所以我現在畫其中一條 這當中應該有980個分支 但是我現在畫一條 假設一個代表 P-CBS 假設CBS出價 假設CBS出價 出了一個價格是在 是借在1萬到980萬之間 在CBS出價之後 換成是PairMount P-M 有權力決定 我要接受或拒絕 所以我畫了P-M 可以 Accept 或者是Reject 在PairMount拒絕之後 這個賽局就結束 為什麼 因為PairMount 跟NBC也沒談成 跟CBS也沒談成 最後的情況會是什麼呢 NBC跟PairMount的報酬都是0 但是對CBS來說呢 CBS承擔了20萬的協商成本去出價 但最後空手而回 他仍然要付那20萬 CBS的最後 在談失敗的情況之下 CBS的利潤是-20 那麼如果PairMount 最後接受了CBS的出價 接受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補充 我補充一下 剛才中間CBS出價 PairMount回應 是我們這個談判賽局的 第二階段 Stage 2 但如果PairMount 接受了CBS的價格 有可能這個賽局會進入第三階段 因為我們要來看NBC 它是擁有優先權的 那麼我們的第三階段 是允許NBC來決定 我要行使我的優先權 還是不行使 可是這裡遇到一個問題 NBC的優先權 根據我們這個作業題裡面的規則 其實是有條件的 如果CBS出的價格高過 這個P-CBS高過先前NBC出的價 被拒絕的那個價格 P-NBC 如果CBS的價格高過NBC的價格 PairMount是沒有優先權 只有在CBS的價格 小於等於NBC價格的時候 PairMount才有優先權 所以從這裡出發 其實當CBS面對了 這麼多的出價的選擇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是可以做一個分界 紅色的線以下 是這個紅色的線以下 是屬於CBS的價格 小於等於NBC價格的狀況 而這個紅色的線以上 的這些CBS的出價 才是屬於P-CBS大於P-NBC的情況 我現在畫的這條紅色的線 它不是這個賽局數的一部分 它只是從圖示上面 讓我們理解CBS的價格 可以分成低過NBC價格 或高過NBC價格 如果CBS的價格高於NBC的價格 PairMount仍然要決定 接受或拒絕 但是接受就是接受了 拒絕就是拒絕了 接受之後 NBC沒有辦法進入第三階段 說我要來行使優先權 所以黑板的空間不夠 上面這邊的這個賽局數我就不畫 但是當CBS的價格高過NBC價格的時候 如果PairMount還是要決定 接受或拒絕 但是如果接受 這個賽局就結束 他們就談成 那我們來看拒絕的情況 那我們來看 當CBS價格小於NBC價格的情況之下 如果PairMount接受了CBS的價格 情況會變怎樣 我們就進到Stage 3 第三階段 在這個第三階段當中 又回到NBC有權力做決策 而他的決策分兩個 第一個是to exercise 我來執行我的優先權 right of first refusal 在執行的情況之下 NBC就是用PCBS這個價格 成功買到這個影集 所以最後的結局會是 NBC得到的利潤是1000 減掉PCBS PairMount得到的利潤就會是PCBS 但這個價格是NBC付給他的 然後CBS呢 CBS花了20萬的協商費用 出了一個價本來以為談成了 結果被NBC用優先權攔截掉 最後CBS得到一個負的利潤 那當然NBC也可以決定 Don't 我不要執行我的優先權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最後的結果NBC沒有買空手 然後PairMount把影集用PCBS 賣給了CBS 所以PairMount得到的仍然是PCBS 然後最後呢CBS所得到的報酬 會是1000萬廣告收入 減掉20萬的協商費980 他在減掉他所出的價格PCBS 諸如此類 大家在自己的筆記上面可以去補充 當CBS價格高過NBC的時候 CBS出了價 然後PairMount接受或拒絕 但不管怎麼樣賽局就停在這邊 黑板上沒有這個空間 讓我繼續畫這個分支 對有些人來說 他們的思考方式會覺得 我先把落落長的文字說明 整理成這樣的一個賽局數 可以幫助我們釐清不同的參與者 他們面對了哪些的 在不同的時間點 面對了哪些策略的選擇 有些人覺得用圖示比較好懂 但我不是那種 我是畫圖就會頭暈的 那我現在畫了這個賽局數 只是為了要幫助熟悉圖像的同學了解 這是一個你可以整理賽局規則 整理思緒的一個方法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分析 上次講到反推法 我們在第一階段 NBC跟Paramont 議價協商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要思考 如果談崩了到第二階段 會發生什麼事 CBS在第二階段 跟Paramont在協商的時候 他就需要思考 最後他們協商的結果 會不會導致 NBC想要行使優先權 讓賽局進入第三階段 所以我們的分析就是從第三階段開始 反推回來 一步一步來看 在每一個時間點的決策者 怎樣的策略選擇 是對他最好 那麼理性的決策者 應該就會是遵循 在不同的時間點上 會遵循這種反推法 Backward Induction 所得到的這個最佳策略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OK 所以我們要練習的一個思考方式 就是反推法 Backward Induction 我們先從第三階段開始分析 但是我等一下的分析 我就不再利用這個賽局數了 剛才只是示意幫助熟悉圖像的同學 來釐清這個賽局 但是等一下我用我自己比較習慣的方式 就是純文字的分析 但是我釐清 試著從這個賽局的最後一個階段 開始往前推到第二個階段 到第一個階段 有這樣的順序 所以在第三階段的時候 我會先釐清 在這個階段 當賽局走到這裡 我們擁有哪些資訊 賽局的參與者擁有哪些資訊 第一個大家知道第二階段CBS出了什麼價 第二個大家也已經知道 第一階段NBC出了什麼價 所以這兩個價格 在第三階段的時候都已經給定了 或是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不只如此 只有在NBC的價格小於等於 只有在CBS的價格小於等於NBC的時候 我們才會走到第三階段 所以在第三階段 黃色的這行是我們已知的資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第三階段要做決策的人是誰 NBC 情況很明朗啊 就是我可以輕鬆的 把CBS的合約吃下來 何樂不為 所以我們可以輕易的看到 NBC會執行他的right of first refusal 優先權 然後我們知道不同的參與者 當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他們最終的報酬是多少 然後最後CBS的報酬會是-20 我們了解第三階段會發生什麼事之後 我們就可以反推回來看第二階段 但是我們所謂的第二階段 裡面還可以再細分 CBS先行動 先出價 Paramon再決定 接受或拒絕 我們回到第二階段 這時候我們知道什麼 第二階段一開始 其實NBC的價格 在第一階段所出的價格 此時是已經給定 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在這個階段裡面 又分成兩個步驟 CBS先出價 Paramon再決定接受或拒絕 所以我們先來看 Paramon會怎麼決定 在Paramon做決策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 CBS的價格也已經知道了 在這時候 None Paramon有任何的理由 要來拒絕CBS的價格嗎 其實沒有 所以我們很輕鬆可以看到 Paramon會接受 Accepts 他會接受任何 P CBS 只要這個價格是正的 因為他拒絕 就game over了 他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再反推 反推回來 CBS 在第二階段的一開始 他會如何出價 這個時候 CBS所擁有的資訊 是第一階段 NBC的出價 所以如果 PNBC 比980萬小 這時候 CBS會怎麼做 我是第二個出價的 然後我的價格 如果比NBC的價格更低 那最後我會做白工 NBC行使優先權 把我的合約吃掉 我還要白花20萬 協商費用 所以我會設法讓我 CBS的價格 比NBC的價格高一點 但是我也不要出太貴 所以可能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比NBC的價格 再多一吧 然後大家可以自己計算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會進入第三階段 然後每一個賽局參與者 各自會得到多少報酬 但如果CBS 在第二階段 有權出價的時候 他就已經面臨 第一階段 NBC的價格 是大於等於980 這時候情況就不太對 因為扣掉協商費用之後 買下影集 能夠帶給CBS的價值 最高就是980 這時候NBC的價格 已經比CBS 能夠得到的最高價值 還要高了 那CBS沒有辦法 繼續追高 可是CBS如果不追高 出了一個小於NBC的價格 他又是做白工 所以這時候 情況會變成怎樣 可能CBS的最佳選擇 大概就是 Wave 放棄 OK 他的這個出價 的這一輪 放棄他這個權利 所以最後的結果會是 NBC也沒有彈成 CBS放棄了 PM Paramount 什麼都賣不了 最後大家都得0 OK 會是這樣 這個是第二階段 可能會發生的 預期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分析完了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我們就可以往回 反推 回到第一階段 Stage 1 第一階段一開始 是NBC出價 然後再來 Paramount 決定 我要接受或拒絕 所以當Paramount 做決策的時候 那個P NBC 這個價格 已經提出來了 OK 是Paramount 所知道的 這個時候 你覺得NBC 會怎麼決策 什麼樣的價格 你會接受 什麼樣的價格 你會拒絕 第一個 如果這時候 NBC的價格 就已經大於等於 980萬 Paramount知道 我如果拒絕 到第二階段 CBS也會放棄 最後什麼都賣不了 那麼 所以當NBC的價格 大於等於980 Paramount會接受 但如果NBC的價格 小於980萬呢 Paramount要接受還拒絕 接受了他就得到 PNBC 但如果拒絕了 因為我們做了 反推法的分析 直到進入第二階段 CBS會提出更高一點的價格 Paramount可以得更多 所以對Paramount來講 最好的做法 應該是拒絕一個小於 980萬的NBC價格 讓這個賽局有機會 進入第二階段 讓CBS有機會出價 而CBS只要有利可圖 他會稍微追高一點 好 所以我們整理一下 PNBC大於等於980 Paramount接受 所以最後 NBC的利潤是 1000 減掉PNBC Paramount的利潤就是PNBC CBS我先不寫 省略 但如果拒絕的話 這個賽局會繼續往後發展 所以eventually 我們知道進行下去 最終得到的結果 會是Paramount 最後會得到這個CBS出價 而CBS的出價 會是NBC的價格 加1萬 那CBS的利潤 就會是扣掉協商費用之後的價值980 減掉他的價格 也就是NBC的價格 加上1萬 PNBC減1 然後這時候 NBC得到的價格會是多少 NBC得到的利潤會是多少 因為他最後 他被拒絕了 所以他得到0 好 當我們完成這樣的分析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協商談判 最後得到的均衡會是怎麼樣 當我們整理完這些資訊 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NBC會如何出價呢 我們剛才看了第一階段 在NBC出價之後 Paramount會如何回應 所以我們反推的最後一步 就是看NBC會如何出價 而從這裡出發 我們很清楚知道 NBC應該要讓他的價格 可能就落在980 這是NBC的一個均衡價格 我右上角 加一個小標R 表示這是 這個協商談判的過程當中 NBC是擁有 Right of first refusal 擁有優先權 在擁有優先權的這個協商談判的過程之後 這個賽局所得到的均衡會是NBC出價980萬 在NBC擁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最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最後就是NBC 表示一下 Right of first refusal NBC出價980萬 然後 NBC的利潤 With right of first refusal 會是1000 減掉980 20 然後 Paramount 在NBC擁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他能夠得到 980萬 用這個價格賣掉 然後 Paramount CBS 他沒有機會玩到 所以他得到0 這是我們這個階段 在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我們所預測 這個賽局的結局 當我們這個預測 我們的分析 建立在一些假設之上 包括我們所給定的 很僵硬的這個規則 一方出價一方只能夠接受或拒絕 然後包括大家都是完全的理性 在每一個時間點上 我所顧慮的 就只有我自己 這個時間點開始計算的利弊得失 我們已經分析完有優先權時候的這個賽局 現在我們再來看 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會發生什麼事 也就是我們作業體裡面寫的變種規則 現在我就不一步一步這麼仔細的分析了 我們就很快的用直觀的概念去帶 所以我們再來看這個 Variation 是我們的變種規則 基本上就是MBC沒有優先權 在變種規則之下 不存在第三階段 第二階段CBS出玩價 Paramount決定接收或拒絕之後就結束 所以我們的最後 如果我們要用反推法 我們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第二階段 就是CBS出價的這個階段 在第二階段如果你是CBS 你會怎麼出價 我CBS出的價格只要是正的 Paramount就應該要接收 因為他只要拒絕 就game over 他的影集就賣不掉了 所以如果你是CBS 你的出價會是多少 你會出900萬嗎 也是可以 但是你把價格降低 Paramount還是會接收 我降到300萬 他還是會接收 我降到100萬他還是接收 如果降到1萬 我們假設 Paramount覺得說 我拒絕這1萬 我連一毛都沒有 所以我就接收 所以CBS從這樣子的推論來看 CBS在此時的出價 我右上角放一個小標 N 表示這是CBS 在沒有優先權的這個 談判制度之下 CBS在第二階段 他會選擇的出價 他的這個最佳價格 是1萬 然後Paramount不爽 還是得接收 這1萬 就是賽局 進行到第二階段的情況之下 Paramount所能夠得到的報酬 那我們反推到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現在是由NBC來出價 我NBC出價 我就知道 我的價格如果 被接收就接收 如果被拒絕 我的價格如果被拒絕 Paramount就進入第二階段 然後他會從CBS那邊得到1萬 所以我 對我NBC來講 我出的價 我在第一階段出的價格 只要不比第二階段 CBS的價格更差 照理說 Paramount在第一階段都會接收 因為Paramount只要拒絕了我的價格 他就進入第二階段 他就進入CBS很窄的 只出個1萬 那麼那個就是Paramount拒絕我NBC 所能夠得到的就是1萬 那麼如果我現在出2萬呢 Paramount應該會接收比1萬好 那麼我現在出1萬呢 Paramount可能也會接收 因為跟CBS給的一樣好 但是我們更早定案 所以我這邊來看這個NBC在此情況之下 能夠在這個 他不擁有優先權的這種談判制度之下 NBC會出的價格 那就是1萬 然後Paramount一樣不開心 可是他也沒有什麼辦法 他只能夠接收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整理 在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的均衡 就是no right of first refusal 我們知道最後成交價是NBC出1萬 所以NBC的利潤會是多少呢 1000萬廣告費減掉這1萬是999 Paramount的均衡的利潤是1萬 然後CBS均衡的利潤它沒有機會玩到 所以是0 從這裡出發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擁有優先權 對NBC來講 究竟值多少 賽局的分析 是可以幫我們 來針對不同的合約條款 不同的制度裡面的特定的規則設計 我們是可以幫他估值的 來看這個權利 我有跟沒有差別是多少 所以我們來看 value of rights of first refusal 我們來看這個權利對NBC的價值 因為從帳面上來看 是NBC擁有這個權利 那麼這個價值要怎麼算呢 照理說是NBC在擁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這個賽局能夠帶給他的利潤 是piNBCR 減掉NBC在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他最後所能夠得到的利潤 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NBC得到多少 我們剛才看這裡 是20 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NBC出1萬 就買到 他得到了999 所以最後是負的 979 這個值 數值的大小 並不是重點 但是我要大家看的是這個富豪 有些時候我們從詞彙來看 因為優先是好事啊 我擁有更多的權利 我可以決定我要不要把CBS的 在特定條件下 我可以決定要不要把CBS的合約吃下來 看起來是好事的東西 但是最後有可能降低了 你最後實質上所能夠得到的價值 所以接下來我要大家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是優先權對NBC的價值是負的 關鍵出在哪裡 我們等一下會先下課 下課回來之後 我今天我剛才花了比較長的時間 很詳細的帶大家走過這個分析 理由並不是因為我要把這個作業題目 都要用很多時間重新講一遍 理由是我們等一下會逐步的去改變作業題裡面的這個 這個賽局不同的環節我們一次改一個 等一下我們就不走詳細的分析 讓大家純粹憑直觀來判斷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這個賽局會怎麼改變 比方說包括我們把出價的權利顛倒過來 每一階段的議價過程是Paramount出價 NBC或CBS能被動決定接受 那麼優先權是負值的這個結論還會存在嗎 或者是我們來看在每個階段的議價過程 大家並不是一方出價另外一方接受 而是大家可以協商可以嚕來嚕去 那麼自由的討價還價的情況之下 優先權是負值這個情況還存在嗎 OK 那如果賽局的參與者不只在意自己得多少 他還在乎面子 OK 我最後一塊錢成交或一萬塊成交 雖然聊勝於無 可是身為一個談判代表我可能很丟臉 然後我公司主管覺得我不行 如果在談判的過程中大家不只在乎我得到多少 還會在意這個分配是不是公平 那麼這個賽局會怎麼改變 我們剛才所得到的結論優先權對擁有者來說 是負值還會存在嗎 我們先下課等一下回來我們就一個一個來思考 這些不同的變形 只用直觀就不再計算 剛才是幫大家做了一個完整的示範 我們怎麼很嚴謹的一步一步來分析一個合約條款 對於擁有特定權利的人所帶來的價值 那下課時間我遇到一些問題 同學來問一些問題 我這裡做一個統一的說明 假設我們在沒有優先權的這個變種版本 假設是第一階段NBC出價 有同學問說那個Paramount 它到底是用什麼原則來決定它要接受或拒絕 我們剛才比較著重在詳細的計算 我們來思考一下原則 當你面對別人跟你做提案 給定我們寫下來的這些談判規則 你如果接受我們就是執行這個提案 你如果拒絕你就有機會跟別人談 然後由別人來跟你做提案 然後最後你們會談成一個另外的結果 所以當我Paramount面對NBC跟我做提案 跟我一個報價 我真正要比的 就是我接受NBC的報價 我就得到了多少錢 我拒絕了NBC的報價 最後會發生 後面會發生的事情我快轉 我最終會跟CBS談成 然後會得到多少 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用反推法分析之後 回到第一階段NBC出了一個價錢 我Paramount的思考就是 我要NBC出的這個價 還是如果我拒絕它 我跟CBS會談成什麼 哪一個結局對我比較好 那從NBC出價者的角度 他要怎麼想呢 對NBC來講 只要我提案被接受 是對我NBC有利的 我希望我提的價格是被接受 那我要如何提一個價格 是會被Paramount接受呢 就不能夠比Paramount的其他選項要更差 我NBC提的價格 只要比Paramount拒絕我之後 他能夠得到的其他選項更差 我NBC的價格是不會被接受 我至少要跟Paramount 所面對到的其他選擇一樣 出於這個考量 我剛才課堂上的分析說 第一階段NBC他有可能 在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就出1萬 因為第一階段沒談成 到第二階段CBS還是出1萬 但有些同學就問我說 那第一階段是不是NBC要出2萬 才可以確保NBC的價格 比第二階段CBS的價格要好 才能夠確保NBC是一定被接受的 這個問題最終取決於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們的賽局裡面 在我們這個情境或這個模型裡面 當有任何的決策者 面對了兩個沒差的選項 這兩個選項對我一樣好 決策者該怎麼選 這個問題叫做 How to break a tie 如果NBC在第一階段出價1萬 對Paramount來說 我接受了我得到1萬 我拒絕了我還是得到1萬 只是晚一點點 然後從CBS那邊得到 這種問題 tie breaking 平手的時候該怎麼解決 在真實世界裡面幾乎不會碰到 你很少很少我們會遇到兩個選項 對我是完全一樣好 可能是差不多 但是總是能夠分輸一個勝負 在商業上就算是有兩家公司 就是提給我的報價金額都一樣 可是這兩家公司 總會在其他的面向 他們的主事者 主事者的人品 我跟他們過去的關係 或者是 我就是看哪一家公司 比較順眼或不順眼 真實世界裡面總會有一些 各種複雜難以言喻的因素 讓即使是數字一模一樣的合約 對我決策者來講 看起來都有差異 所以真實世界 大家不太會需要去面對 平手怎麼辦的問題 大家會有平手 就像是我們奧運 短跑賽跑 也不太會出現平手 大家總是會出現一個0.0幾秒 或者是0.幾秒的這個差距 但是當我們把這個問題 寫成數學模型 在數學上面 我們就會整天遇到 平手該怎麼解決的這種麻煩事 那要解決這個問題 在經濟學或者在數學裡面 我們的做法 就是在我介紹這個模型的時候 我就要加額外的假設 OK 當Paramond面對了兩個平手的選項 接受跟拒絕都一樣好 我可能在模型裡面 多加一個假設 Paramond在平手的時候 永遠傾向接受 或是他平手的時候 永遠傾向拒絕 我們用額外的假設這件事情 來避掉平手的發生 大概會是這樣情況 或者是如果這個情境 或者是這個題目 沒有特別假設 平手該怎麼辦 你在分析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加 OK 我以下的分析 假設Paramond平手的時候 他會接受 假設Paramond平手的時候 他會拒絕 然後你就繼續分析下去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Paramond 在平手的時候 他傾向拒絕 留著之後再看 那麼這時候NBC在第一階段 為了要確保他能夠勝出 確保他的價格 會絕對大於CBS的價格 那這時候第一階段NBC的出價 就可以是2萬 OK 而不是1萬 那我們在改作業的時候 不會特別去區分 你是1萬還是2萬 OK 兩種 兩種方式其實都說得通 然後再來 我們走過這麼多 繁瑣的分析 我們的目標 是去計算優先權 對NBC的價值 你會發現 平手的時候 Paramond怎麼做 這裡的答案 是1萬還是2萬 並不影響到我們 為NBC計算優先權的價值 從-979變成是-978而已 我們最終的結論 擁有優先權是一件壞事 讓你最後得到的價值 大幅降低了這個結論 並沒有改變 所以從這裡來說 在這一個情境或這個模型裡面 優先權對NBC來講 是不好的這個結論 可以說是很穩定的一個結論 數學英文上面叫做robust 所以robust的意思就是 我怎麼來假設 我的平手規則 不會影響到優先權對NBC是好是壞 都是壞的 我們現在來思考 優先權對NBC的價值 先讓大家先跟著我計算的版本吧 -979萬 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優先權 聽起來是好東西 算起來這麼差 是這個制度 的哪一個元素 哪一個成分 造成了這個優先權對擁有者不好 OK這位同學講到說 因為擁有優先權這件事情 是一個公開的資訊 CBS也知道 所以CBS知道的情況之下 會影響到他的做法嗎 當CBS有機會出價的時候 他要不然就放棄 一旦他要投入 他就會想辦法出一個高價 是高過NBC的價格 那NBC就得不到了 那麼 所以這個優先權的存在 反而給予CBS一個 積極要競價 要蓋過NBC的一個誘因 那對NBC來講 我在第一階段出價 我面對了一個第二階段 有可能跳進來 想要努力出高價 蓋過我的競爭對手 如果我很想要買下這個影集 或是我買下 即便用高價買下這個影集 對我來講也是有利可圖的 那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努力提高我的價格 所以這個優先權 創造了競價的誘因 B的NBC在第一階段 就需要大幅的提高價格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我課堂上討論 不同的權利或合約條款 我們的討論其實都只限於 我們所 我所列的這個特殊的版本 就是在談判規則裡面 在合約條款裡面 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優先權 所以我們不能夠說所有的優先權都不好 我們只能說在今天 大家這個作業題裡面 所描述的這種優先權有問題 或是當年 Paramount跟NBC他們所協商 在Email裡面留下記錄 說讓NBC擁有的那個版本的優先權有問題 這個版本的優先權有什麼特性呢 我稱之為這個三明治型的優先權 我在NTU Core有上傳 Alvin Roth跟他的合作者探討優先權的文章 他們是把類似的這個賽局設計成實驗 然後在實驗室裡面 一個有優先權的協商版本 跟沒有優先權的協商版本 然後聘一堆受試者 然後來玩這個賽局 然後來看最後的 來比較最後的結果 Alvin Roth他稱這裡我們所看到的優先權叫做 那個 Before and After Right of First Refusal 大家如果去看Alvin Roth的文章 或者是由他的合作者 後來寫了一篇通俗的只有三頁的短文 他們稱這種優先權為 Before and After Right of First Refusal 我稱之為三明治型 為什麼呢 這種優先權讓NBC在談判階段的最開始跟最後面 他是有機會參與的 所以NBC能夠參與這個談判的賽局是在最開始跟最後面 最開始是第一階段 我們是要求Paramond必須要先跟NBC議價 就是NBC出來了 而後只有CBS的出價 低過NBC第一階段破局的出價時 NBC才能行使優先權 所以NBC的參與是在頭跟尾 因為是頭跟尾的參與 所以這個優先權你可以看到是有條件式的 有條件式的優先權 只有在破局之後CBS或第三者的價格比我低的時候 那麼我NBC才能夠行使優先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種條件式的優先權會逼NBC 必須盡量在第一階段出高價 以防止CBS在第二階段的出價 該過他 接下來我們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把這個 Before and After 這個三明治結構把它去掉 把條件式的優先權去掉 只留下一個很純粹的優先權 你們想想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我一開始 我就是NBC跟CBS 大家可以各自出價 然後NBC又有優先權 所以當這個只要是Paramond決定接受CBS的NBC 都可以決定說我要不要吃下CBS所提出來的合約 不加條件 一開始大家 誰都可以來跟Paramond談 然後不管Paramond跟誰談成 NBC都可以無條件的 他就有權利來決定 我要不要行使優先權吃下 如果我用頭影片上所寫的這個變種的規則 不再是 Before and After 的結構 你覺得這時候優先權的價值是正的還是負的 對NBC來說 我們今天等一下會面對到一系列這種問題 只改變一個條件 只改變一個條件 然後請大家不要特別計算 然後用直觀 會比較燒腦 在這個新版裡面覺得這個優先權 現在對NBC來講 仍然是壞事的請舉手 沒有 對NBC來講是好事的請舉手 OK 滿多人的 為什麼是好事 這時候還存在競價的誘因嗎 如果是NBC的話 我其實不太在乎 我一開始出多少價錢呢 我出第一點 最後我沒有被選上 好像關係不是那麼大 因為我可以等 看其他第三者哪一個 跟Paramond談成是多少價格 如果那個價格是落在我的怨婦價格一千萬以下 我就很開心的行駛優先權把它吃下來 我如果那個價格是超過了我的怨婦價格 反正我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怎麼樣也搶不到這個影集 OK 這個競價的誘因 開始沒有了 那當NBC不太那麼積極的去競價 第三者 會怎麼出價 CBS 他要跳進來嗎 他跳進來 他出了一個價格 只要在一千萬以下 他最後會被NBC攬走 那麼他最後要撩掉這個協商費 他最後什麼都得不到 CBS可能就不太想參加 或是他不會積極參加 那這時候NBC這種版本的優先權 會削弱 會削去掉 NBC跟CBS之間競價的這個誘因 當大家不再競價NBC一低階段 他都可以輕鬆的出一個低價 被接受就接受 很好 被拒絕了 我還可以看看 別人出的價格 是不是落在我的怨婦價格之內 少掉了競價的誘因 即便擁有優先權 NBC都仍然可以出一個低價 所以 這時候的優先權對NBC來講 可能就 不再是壞事 大家可以回去 詳細的分析看看 現在我們來看思考問題3 你們在做作業的時候 在分析這個題目的時候 可能會想說 我們作業題裡面的這個談判的規則 好像很極端 都是電視台出價 爆一個數字 然後製作公司Paramond 接受或拒絕 然後就沒了 但是面對到這樣的賽局 簡化成這樣的一個單元 一個人出價 另外一個人決定接受或拒絕 然後就game over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迷你賽局 其實它有一個名詞 叫做最後通牒賽局 比方說 我們兩個人來分100塊錢 我可以提議 要怎麼分錢 但是我的提議 必須要經過你接受 我們才能夠照我的提議分 如果你拒絕 這筆錢就沒有 誰都分不到 面對到這一類 一人提議 另一人接受的賽局 如果雙方都是理性的 只在乎他自己得到多少錢 那我們會看到一件事 提議的一方 往往具有很大的優勢 分100塊 如果是由我提議你接受 我可能提 我拿99你拿1 然後你的想法可能是 你拒絕了我的1 你一毛都沒有 還不如免為其難接受我的提議 所以最後 我們兩個分100 我拿99你拿1 但是如果規則反過來 變成是你提議 我可以決定接受或拒絕 那麼發現這時候優勢就在你這邊 你可以提99 你拿99我拿1 然後對我來說 我不喜歡1 可是1比0大 我還是很痛苦的接受 然後得到1 如果我們只去看一個 一人提案 另一人接受的這個小賽局 你會發現提案的一方 負責出價的一方 在我們這個資訊透明的賽局之下 他是占有優勢的 他可以分到 這個丙 或是他們成交所能創造的價值 裡面的一大塊 那我們現在就 把我們剛才 或作業體裡面的這個賽局 的一個規則把它顛倒過來 現在我們規定 每一個階段的議價 包括Paramond跟NBC之間的 包括CBS跟 包括Paramond跟CBS之間的 每一次議價的過程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都是由Paramond製作公司來出價 然後電視台 NBC或CBS 只能夠被動的決定 接受或拒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優先權的存在 對NBC有多少價值 我們可以先看沒有優先權的版本 沒有優先權的版本 第一階段是Paramond對NBC出價 第二階段是Paramond對CBS出價 所以我們就先回到第二階段 Paramond對CBS出價 他會出多少 他還是會出一塊錢嗎 一萬嗎 不會 他會出多少 950 970 979 只要成交CBS能夠得到多少 只要成交CBS 扣掉了協商成本之後 他進得980 所以Paramond如果出價 他會盡量把價格逼近980 越進越好 可能就979 然後回過頭來到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還是Paramond出價 如果談成NBC 可以得到1000萬的影集的廣告費 所以擁有 溢價能力的Paramond 他會盡量把價格逼降1000萬 他可能出999 然後對NBC來說 不喜歡 但是也只好接受 所以沒有優先權的時候 因為我們改了這個誰擁有出價的權利 這個規則一改 讓雙方在溢價的時候的這個優勢 就從電視台方移到了Paramond製作公司這方 所以即便在Paramond他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他最後能夠爭取到的價格 都是趨近1000萬 假設是999 然後在他擁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呢 因為還是Paramond出價 他還是可以把價格逼向接近1000萬 999 你會發現當我們顛倒了誰負責出價 誰負責接受或拒絕的這個順序之後 雙方的溢價能力 bargaining power反轉 我們所有的bargaining power都落在Paramond這邊 所以Paramond就算是有優先權 或沒有優先權 因為他都擁有了這個幾乎是絕對的溢價能力 他都可以把價格拉高 逼向1000 然後電視台都還會接受 所以有沒有優先權對Paramond來說 對MBC來說其實就沒有差別了 溢價能力永遠在Paramond這邊 怎麼樣都是Paramond拿一大堆 MBC的價值得到的價值都很少 都是1000萬的廣告費 減掉成交價999 MBC橫數都是1 所以有沒有優先權就沒有差別 這是我們看到兩個極端喔 我們談判的過程 如果把bargaining power都放在電視台那邊 會發現優先權的存在與否 對MBC來說差別很大 但是如果我們的溢價能力 全部都放在Paramond製作公司這邊 反正怎麼樣製作公司都拿掉大部分 電視台拿不了多少 所以有沒有優先權對電視台 對MBC來講就沒差別了 這時候你會看到我們這個賽局規則 不同環節的規則之間 他們是可以發揮交互作用的 所以優先權到底是好是壞 還是一個無關痛癢的一個制度或一個條款 就真的是case by case 我們要看模型的設定 或看不同的地方所執行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來看思考問題四 這其實才是一個最寫實的狀況 假設每一個階段的溢價過程中 Paramond與電視公司 不管是對MBC還是對CBS 都可以自由的討價還價 自由討價還價就是我們跳脫了之前 那個最後通牒賽局的結構 先前講的結構都是 我提案你接受我拒絕 接受就結束 拒絕就拉倒 我們就沒機會再繼續談了 但是真實世界中你拒絕了 你可能還會跟我提一個counteroffer 然後我們會你來我往一陣子 並不會說你拒絕了 我們就散了 不會 你拒絕了你再跟我提另外一個價格 然後我再思考我要接受來拒絕 然後我再拒絕再跟你提 我拒絕我可以再回另外一個價格 會是這樣 如果我們允許 在每一個階段 在我們的作業題的每一個階段當中 Paramond跟電視公司 MBC或第二階段跟CBS 他們都可以自由的討價還價 那這時候優先權的存在對MBC 有沒有差別呢 價值是正的還是負的 大家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先來想一個更簡單的情境 假設你跟我 我們就要分這100塊 然後現在不是最後通牒賽局了 現在是我可以出個主意怎麼分 然後你可以同意或者是你回一個東西 如果我一開始說我出99你拿1 最後通牒賽局當中你會接受 真實的情況你可能就不接受 你說這樣不公平 那你拿99我拿1 我說我也不要 那你說你拿80我拿20 我說這我太少了我也不要 那我要拿70你拿30 當雙方有機會你來我往的時候 如果雙方的個性都差不多 耐性也差不多 都願意慢慢磨慢慢等慢慢談 那最後很有可能 我們嚕來嚕去之後的成交價 是落在比較貼近 五五對分這樣的情況 真實世界裡 真實的狀況之下 可能有些人比較急 我很需要錢 我現在就缺現金 所以我願意接受早一點談成 我拿到這40塊 我也不要跟你談很久 到最後我拿了50 因為早一點拿到錢對我來講 比晚一點拿到更公平的金額更重要 如果有人是因為這樣缺乏耐心 最後的大家嚕來嚕去的結果的分配 就有可能出現比較不平衡 但是如果雙方我們都有耐心的 我們都願意慢慢等 我們都願意不停的討價還價 那最後我們分那100塊的結果 很可能是你50我50 如果把這個洞見掌握了 我們過來思考這個問題 優先權的存在 對MBC有多少價值呢 我們可以先看沒有優先權的那個變種版本 在沒有優先權的變種版本裡面 第一階段 派拉蒙拒絕了MBC 到第二階段派拉蒙跟CBS談 會怎麼樣呢 可能就不是CBS出價一元 CBS跟Paramount 可能討價還價 最後的價格可能是落在一個 980的一半 可能落在400多萬或490萬 OK 這是第二階段會發生的事情 如果我們往回推到第一階段呢 到第一階段 現在MBC跟Paramount之間可以協商 可以反覆的協商 而他們知道 他們兩兆雙方如果談崩了 最後Paramount會從CBS得到一個400多萬 那這時候MBC跟Paramount之間的協商 談成的價格 大概不會出現到很貼近1000萬 然後應該會落在400多萬到1000萬之間 可能借在中間 或是借在中間然後略低 略偏向400多萬一點點 這是我們用這個直觀去思考 在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MBC在第一階段跟Paramount會談成的結果 沒有優先權的時候大概會是這樣 它不會是我們剛才看到那麼鮮明 沒有優先權 Paramount的影集價格就是低到1那麼多 就不會了 可能會是落在400多萬到1000萬之間 中間的一個數值 所以沒有優先權的情況對MBC來講 沒有的 不再那麼好了 可是呢 在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在有這種條件式的 三明治型的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MBC跟CBS之間競價的那個機制 那個壓力還在 所以只要有優先權 MBC在出價的時候 就還是要想方設法 我要把價格拉高拉高拉高 高到CBS在第二階段 它沒有辦法覆蓋掉我 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MBC要競價 要拉高價格的這個動力還在 然後在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MBC能夠得到的價格 遠遠沒有當初那麼甜 遠遠沒有那麼甜 可是這個價格應該還是比 有優先權之下 那個高度競價壓力之後 得到的價格要來的低 所以呢 在一個寫實的狀況之下 我的判斷 或是我們從剛才的邏輯論述來說 優先權的存在對MBC來講 仍然是負的 只是這個負值 不再是我們原先負979 那麼極端那麼鮮明 它是一個溫和的負值 或者是一個小小的負值 可是有優先權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這個結論並不會因此被翻掉 我們討論這些東西 如何用你自己的邏輯 很舒服的講一個故事 去把那個論述理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不是現在只是聽我分析 特別是我們最學校錄影 所以我也不方便一直跟大家問答 就是你不是只聽我分析 我鼓勵大家回去以後 你用你自己的邏輯 跟你在課堂上學到的賽局觀念 你自己把這個思路理一遍 你能不能講出一個合情合理的故事 然後是能夠說明這個優先權的MBC來講 究竟是正還是負 思考問題五 我課堂上就不講了 大家回去自己分析 很多時候賽局參與者不只在意自己得多少 也在意分配是否公平 或是在意自己的面子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沒有優先權的議價規則之下 CBS或MBC出價一萬 Paramon真的會接受嗎 如果你是Paramon的談判代表 你敢接受嗎 你接受了一萬塊賣掉你們的影集 你回去你的公司的主管會怎麼看你呢 可能不會 儘管他比零大 可是大家在現實的狀況之下 出於情感或是其他代理人問題 整種種因素 大家不見得會接受 所以可能會迫使MBC或CBS 即便在面對一個 最後通牒賽局那樣的狀況之下 他們仍然需要把價格拉高到兩百多萬三百多萬四百多萬 所以如果我們把賽局參與者的面子問題 或對於公平分配的偏好加入 你該如何分析優先權對於MBC的價值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MBC的優先權對MBC的價值是正還是負呢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思考 我的答案仍然是負的 但是結論不重要 那個推論 推理的過程 才是核心的精神 現在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問題 回到2001年 如果 就是回到我們的故事 MBC跟Paramond 他們是先協商 我們要用什麼規則來談價格 然後那個規則當中就賦予了MBC優先權 然後我們透過今天的 種種的賽局分析 發現這個優先權好像對MBC是不好的 那回到2001年 如果優先權的存在可能會對MBC不利 讓他更不容易談到好的價格 這個優先權的存在會讓影集的成交價偏高 那為什麼這條談判規則還會出現 為什麼一開始MBC 會允許我們在協商規則的時候 就加入了我MBC擁有優先權這件事 非常非常常見 如果大家在政策制定 或是政府部門常常看到 一些奇奇怪怪有問題的法令或規則定出來 並不是制定者壞心 而是他們搞不懂規則 他們不知道規則實質會產生的影響在哪裡 他們只抓到那個規則的名詞 優先好事 即是不然 第二種情況是什麼呢 我們在設計我們的談判制度 這個制度的設計上面可能有的環節 規則的這一條是對我有利的 規則的另外一條可能是對你有利的 所以我們的規則這件事情 也是我們雙方協商跟妥協之下的產物 所以我們所喬出來的規則 有可能對我有利的跟對我不利的規則被包裹在一起 這是很常見的 我課堂上沒有時間細講 但是我們這次作業題那個集體選擇 IJK他們投票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們投票的規則 或者是我們表決的順序 會影響到結果 所以不同的投票人 會對於投票規則會有偏好 我喜歡這個規則 因為這個規則對我有利 你喜歡那個規則 因為那個規則對你有利 所以到頭來 我們原本是要來喬 我們要選什麼法案 結果到頭來真正的交戰點 是我們真正的這個爭論的地方 是我們要制定什麼規則 來讓我們制定法案 因為有時候規則就影響了法案 那所以規則也是妥協跟協商的產物 有可能有利跟不利的規則被包裹在一起 所以談判規則當中出現一條 對NBC不利 那我們可以去 你可以去檢視他們的談判規則 是不是有些其他地方 是派爾蒙必須要讓步 對NBC有利的 就這樣 還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我們剛才的討論到目前為止 都還把這個談判當成是一個分配問題 分配問題就是說 我這個影集就是可以讓你NBC 賺一千萬的廣告費 那這一千萬的廣告費 電視台跟我製作公司Paramount要怎麼分 授權費越高 我製作公司拿越多 授權費越低 電視台越賺 這個是分配問題 可是在經濟學裡面 我們常常還在乎效率問題 優先權的存在 有沒有可能促進了 甲方跟乙方 兩者加在一起的總福利 或者是我換一個方式問 在真實世界裡面 不太會出現不同的電視台 對同一個影集的估價 是一模一樣的 不太可能的 同一部影集 它 你這家電視台來播放 能夠創造的收視率 跟我這家電視台來播放 能夠創造的收視率 不太可能完全一樣 我們所能夠得到的廣告費 不太可能完全一樣 所以在現實世界裡面 不同電視台 NBC跟CBS 對這個影集的怨妇價格 不太可能都是 剛好一模一樣的一千萬 可能有人高一點 有人低一點 或甚至很懸殊 所以在一個更寫實的情境裡面 經濟學家在乎的事情是 我們的制度 能不能讓這個影集 最後是賣給 能夠用這個影集 創造出最高收視率 跟最大廣告收入的那家公司 這個就是效率問題 我把一個好影集 結果最後賣給了一個 不擅長操作的電視台 然後沒有什麼人看 然後商業的產值很低 還是我一個好影集 賣給一個很會宣傳 或者是能夠找到 對的目標觀眾的電視台 然後創造出非常高的收視 跟廣告收入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效率問題 這個影集最終能不能 在協商過程中去賣給那個 能夠用它創造最大商業價值的 那個電視台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思考 優先權 對於既有的這個電台NBC來講 賦予它優先權 或不給它優先權 到頭來會不會影響到這個影集 最後會賣給不同的人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情境裡面的一些假設 要開始做一些改變 我們回到原本的遊戲規則 就是你們作業版的這個 這個談判規則 但是我們只改一個條件 NBC跟CBS現在對於影集的估價不同了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優先權會帶來什麼影響 所以NBC對影集的估價是VNBC 本來我們假設這是一千萬 然後CBS對影集的估價是VCBS 我們本來也假設這個是一千萬 但是我現在要改掉這個假設 我現在要假設他們是 不相同的 其中一個人高 另外一個人低 然後我要來看 在有優先權的談判規則版本 跟沒有優先權的談判規則版本當中 這個影集會被賣給誰 這件事情會不會帶來差異 其實我們就要分兩種情況來討論 我們是哪兩種情況呢 我們就是看第一種狀況 大家可以仍然看投影片 第一種狀況就是NBC的估價較高 所以VNBC大於VCBS 第二種狀況自然就是反過來 VNBC小於VCBS 相等的情況我們剛才已經分析過了 所以先不管它 所以現在的分析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要討論兩種狀況 是NBC的估價高還是CBS的估價高 在每一種狀況在每一個case底下 我們又有兩種談判規則 是NBC沒有優先權的談判規則 跟NBC有優先權的談判規則 我們先從NBC沒有優先權的規則開始說起 在NBC沒有優先權的時候 這個談判只要進入到第二階段 CBS要出多少 1萬 然後我們反推回來的第一階段 NBC要出價多少 NBC的這個估價不管多還少 大概都會高過1萬 所以NBC在第一階段要不要出1萬 要不要像很多同學想的出2萬 保險確定可以買到 所以發現在沒有優先權的時候 NBC永遠可以用一個超低價 在我們的這個情境 這個模型裡面 NBC永遠可以用一個超低價 就買到這個影集 無論NBC的估價比較高 還是CBS的估價比較高 都是NBC買到影集 在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而且是用低價買到 這個結果 OK啊 可是對很多經濟學家來講 他不太好 因為當CBS估價高的情況 就在CBS估價高的時候 就表示CBS更有能力 來行銷這個影集 那照理說這個影集應該要 讓CBS去播映 讓CBS去宣傳 對全世界來說才是最好的 因為這個影集能夠創造的總價值會最大 然後會讓更多的觀眾看到 但是在沒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不管是CBS估價高 還是NBC估價高 都是NBC買到影集 這是一個有缺憾的狀況 現在我們分析第二種協商的制度 在NBC擁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就來進行一個思想實驗 在這裡的Case 1 NBC估價高 跟Case 2 CBS估價高 各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看第一種狀況 當NBC估價高 然後NBC又擁有那種三明治型的 有條件式的優先權 這時候 NBC會怎麼出價 優先權的存在 讓我面對了潛在CBS的競爭 所以我NBC就會想把價格 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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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到一個地步是CBS 沒有辦法追價的 現在為了要讓分析簡單 我假設CBS的協商成本很小 小到我們在邏輯上面 可以不用特別去顧慮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NBC會把價格拉高 拉到一個CBS追不了的地步 所以會是VCBS減掉CBS的協商費用 或者是就是拉到一個 數字就是比VCBS高一點 所以最後是誰得標 誰買到呢 是NBC可以取得 優先權只是迫使NBC抬高價格 但因為NBC估價就高嘛 他永遠可以把價格抬到一個地步 就是保證他得標 但我們看第二 Case 2 Case 2是CBS估價較高 然後我們再假設CBS的估價 CBS就算是扣掉它的協商成本之後 那個價值還是高過NBC的估價 那我們加這個假設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優先權會迫使NBC第一階段不停的抬價 OK啊 他可以繼續抬 可是你如果是Paramount 你會拒絕NBC的價格 然後讓這個 然後讓這個賽舉進入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由CBS出價 如果一開始NBC不管他出了多少價格 不管他可以是高可以是低 但是第二階段CBS無論如何 都有辦法把價格拉得比NBC的價格更高 讓NBC沒辦法行使優先權 所以最後的這個談判結果 會是CBS買到銀集 就算NBC無所不用其極的提高價格 它的價格最高也就只能是等於 NBC的估價VNBC 但因為CBS的估價VCBS更高 他容易有辦法出一個價 比VNBC還要再多一塊錢 或多一萬塊 然後最後是CBS得標 但也有可能NBC在第一階段就自暴自棄 那我也沒有 我也不需要拉高了 我拉高了我也比不過別人 我不如第一階段 我就隨便出一個價格 那麼那樣的話 就是CBS在第二階段 就可以用一個還蠻低的價格 就買到銀集 但是價格多少是分配問題 誰買到是效率問題 價格多少是分配問題 誰買到是效率問題 我們現在這塊黑板 我們想要看的是效率問題 在什麼情況之下是誰買到 結果我們發現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NBC估價高就NBC買到 CBS估價高就CBS買到 誰的估價高最後就是誰買到 然後這個結論即使是各電視台 大家不太清楚彼此的估價 最後還是會得到這個結論 估價最高的人 在原本的電視台 擁有優先權的情況之下 最終估價最高的電視台 會成為買到這個影集版權的那家公司 從效率角度來看是好的 所以我們得到下面這個結論 優先權的存在可以促進分配效率 我們前面說優先權的存在 對NBC來講是壞事 這個是分配問題 但是優先權的存在 在一個更寫實的環境裡面 可以促進分配效率 讓東西被賣給 能夠用它創造最大價值的那個單位 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不同的領域 優先權是存在的 大家如果關心美國的職業運動 你可以去看這個大聯盟職棒 或是NBA的籃球 關於新球員合約期滿 要續約 然後他原本的球隊 在跟這個球員談續約的時候 球隊有優先權還是沒有優先權 大家可以去看他們這些規定 所以我的最後一個問題 以後再請你幫我關燈 謝謝 我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在現實生活中 你還在哪裡 見過優先權的條款 這個問題是我們這學期 不管講什麼模型 我都希望大家回去思考的 這個制度 帶有這個本質的賽局 到底真實世界中哪裡還有 我們把這個例子講完 再下課好了 我剛提了職業運動 球員續約 但是我對職業運動不熟 所以我就不細講了 在職業運動之外 有沒有人知道還有哪些地方存在 這種before and after 三明治行的優先權 我們已經看過娛樂產業了 電視影集的授權運動 還有哪裡呢 給大家看英國在1987年 通過的一個法案 叫做The Landlord and Tenant Act 這個法案的立法初衷 是要去保障 常年租房子住的這些房客 2005年我博士畢業之後 我第一份工作是到加拿大的蒙特樓 然後我去到那邊以後 在蒙特樓很多人他一輩子不買房子 他就是租房子住 所以我曾經房仲帶我去看一間公寓 然後那個老太太 應該是這個房仲聯絡了房東帶我去看 但是那個公寓的隔壁一戶 住了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太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裡好 你來坐我的鄰居 他是法裔的加拿大人 然後他說我在這裡 他說我是租房子 但我在這裡住了一輩子 我在這裡住了50年 This is my home 租房子 租到一個地步就是 他一輩子都住在那裡 對於這樣的老太太 如果當他活到退休 七八十歲 然後這時候房東說 我不租了 現在這個房子的行情看漲 我要把這房子拿去賣 然後我這棟要改建 請你老太太 This is your home But go away 這樣子對於這種長年的房客來說 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情何以堪 所以英國在1987年的時候 為了要保障這些 一輩子長期的房客的福利 不要讓房東 隨意的亂賣房子 然後就把這些長期房客趕走 然後老先生老太太又不知道 搬家也很吃力 也不知道到哪兒去 所以訂了這個法 我們念一下這個法案的條文 The landlord who wishes to dispose of property of containing flats must give the qualifying tenants manly loan leaseholders and regulated tenants the opportunity to buy it and must tell them the price and other principal terms on which they are prepared to do so 如果我是房東 你是房客 你在這裡住了很久 住了20年 然後現在我房東說我要賣這個 這個房子我要賣 然後我房子我賣給別人 然後新的房東就把你趕走了 對你是問題 所以這個法案就規定 如果我房東要賣房子 那我必須要先跟我的房客談 我出一個價 我的價格我就賣給 你是我的長期房客 為了保障你住的權益 那麼我先跟你談 我用500萬 把這個房子賣給你好不好 如果房客接受了 就必須賣給房客 如果房客沒有接受 這個房東才准跑去 跟其他的買家來談 如果房東 我提了一個價格給我的長期房客 如果你拒絕了 我才能夠把房子拿出去 去賣給別人 但是我賣給別人的時候 我的成交價 必須要高過 我當初提給我的長期房客的這個價格 如果沒有呢 If the landlord wishes to sell at a lower price or on different terms they must first offer the property again to the tenants 如果最終我是房客 你拒絕了我的500萬 然後結果最後是要用這個 400萬或300萬賣給別人 不行 原本的房客你有優先權 你可以 如果我要用更 比賣給你更低的價格 把我的房子賣給別人 那麼你長期房客有優先權 你可以說 你要吃下這個 你要吃下這個條件 那我就必須被迫 把這個房子賣給你 用我跟別人談成的那個更低價 這是當年的Landlord and Tenant Act 的基本精神 大家想一想 這個法案通過了以後 對於房價會有什麼影響 這個法案 它真的可以保障到 那些長期的房客嗎 還是說這個法案 會對房東們有利嗎 這個法案對房東 對於那些想要賣房子 趕走長期房客的那些房東來講 它有哪些好處跟缺點 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我們可以這樣思考 我如果身為房東 我要賣我的房子 先不管房客的問題 我不管要跟誰賣 大家都要跟我協商 討價還價 有可能我遇到有人他很有錢 或他很喜歡我的房子 但是他有很 但是他很強勢 他有很高明的這個談判手腕 或是他的那個長相或什麼 就讓我談起來會怕怕的 所以最後就由他 所以可能 我房東遇到一個很強勢的買方 可能最後我房東談成一個 不好不壞的價格 把房子賣 但是現在推出了 這個Landlord and Tenant Act 讓我既有的長期的房客 擁有優先權 這時候身為房東我能不能這樣做 我先提一個合理 但是偏高的價格 給我的房客 我才不管他付得起付不起 付不起 但是我可以先提一個合理 但是偏高的價格 等一下我剛剛付得起付不起 那個我們先收回 就我先提一個合理 但是偏高的價格 給我的房客 比方說他暫時沒有接受 然後我在出去 跟其他想買房子的人 溢價的時候 這時候你覺得 會怎麼影響到 我跟別人的溢價 我身為房東我會更有底氣嗎 當有別的買家 要跟我的房子殺價的時候 我會跟他說 你小心喔 你把這個價格殺到 我原本出給我的房客的價格 還低的話 他有優先權 有可能你在這邊跟我談了很久 然後你還找人來看房子估值 做這些 投入這些錢跟心血 但最後我的房客行使優先權 你可能等不到 所以我可能出了500萬的提議 給我的房客 他沒有接受 可是我在跑去跟其他的買家 談賣房子的價格的時候 這個500萬 瞬間就變成我的底價了 因為這個優先權 因為房客有優先權這件事情 讓我在面對其他的買方 我原本的出價500萬 就變成我的底價 面對了這個底價之後 可以讓我身為賣房子的賣方 在談價的時候更有底氣 我可以更強勢一點 然後對方知道他也沒責 他知道他原本可以大殺價的 但他現在大殺價 有可能這個價格低到一個地步 現有的房客行使優先權 買方還是買不到 所以這個法案造成立即的效果 到頭來事後來檢驗 並不是讓原本的常年房客 的住的問題得到更好的保障 沒有 但是讓房東想要賣房子的 可以透過操作 利用房客擁有優先權這件事情 去提高房東在對別人 賣房子的時候的那個底價 而且現在這個底價透過這個法案 透過房客的優先權 讓我這個底價是可以很堅硬 很堅固的 房東是開心的 這是當年的法案 好所以我們就假設現在第一階段 如果就NBC拒絕掉999 進行到第二階段 CBS會怎麼出價 CBS他最高價就只有能力出到980 因為影集對他的價值扣掉了 協商成本以後只值980 所以CBS要不然 但是CBS如果出980 或任何比980低的價格 他都要支出那個協商成本 但最後NBC會行使優先權 最後會是NBC買到 不是CBS買到 所以只要這個賽局進行到第二階段 CBS只要出價 都會小過980 都會被NBC行使優先權攔截走 所以CBS只要出價 他最後就是得到負的20 只有協商成本沒有獲得 所以這個賽局進行到第二階段 CBS該做的就是棄權 不參與 不參與競價 不出價 我們現在了解了第二階段 一旦我們走到那邊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反推回來 NBC就知道 現在 Paramount出價999 我要嘛接受得1萬 我如果拒絕 CBS也會放棄 這個賽局就結束了 我CBS 我NBC影集得不到 那1萬塊的利潤也沒有 所以這樣子 反推回來 NBC應該要接受Paramount 在第一階段提的999 所以這是有優先權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沒有優先權跟有優先權 最後Paramount都是出價999 充分發揮了他的議價能力 所以有沒有優先權 對NBC來說 沒差別 狀況一樣都不好 大概是這樣 我們從直觀來推論 但是我鼓勵大家 心裡面走過這個故事 要讓自己覺得很踏實 回去可以把你的推論寫下來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我再跟大家討論 一些這個現實生活中 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商業上的合約條款 或規則 看看我們現在能不能夠不要寫模型 我們就是用直觀的概念 賽局的論證 來解析一下這些條款 對於合約的假以雙方 會帶來什麼影響 對於這個主題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看 看鏡合策略這本書 它其中有一張的章名就叫規則 那張裡面 他拿了一些典型的商業合約裡面 會出現的條款 來做解析 沒有數學 只有邏輯 那我要講的內容 就是從鏡合策略裡面取出來 但是我只示範 我們怎麼運用賽局觀念去看 這個東西叫做 Most Favorite Customer Clause 最會顧客條款 這個條款指的是什麼呢 顧名思義 就發生在買賣雙方之間 廠商跟他們顧客之間 常見的一種合約安排 那這個廠商 如果承諾了他的某一個顧客 擁有最會顧客條款 那麼這位顧客 就永遠可以拿到這個廠商 跟他其他所有顧客所提供的 最好價格 如果你跟我簽了最會顧客條款 你是顧客 我是賣方 然後現在我其他還有一堆其他的顧客 有人是跟我用100塊買 有人跟我用80塊買 有人跟我用40塊買 你如果擁有最會顧客條款 根據這個條款 我就必須要用 我提供給別人的最低價格 來賣給你 至少 那這個條款 有些地方叫做最佳價格條款 或者有時候出現在國跟國之間的 合約或者是條約 最會國條款 近代史 讀過 那這個最會顧客條款 在很多B2B之間的交易 合約非常普遍 比方說大家喝那個 建宜可口可樂 裡面是放neutral sweet 阿斯巴田的這個成分 那阿斯巴田的廠商 我要把這種沒有卡羅里的 低卡羅里的這個糖金 賣給飲料公司 這是B2B之間的交易 很常見 可能出現在阿斯巴田 或者是這個旅罐 汽車零件 光鮮 都會看到 那麼我們現在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最會顧客條款 買賣雙方之間簽了這個 對誰有利 對賣方有利 還是對顧客有利 然後顧客也有很多種 是簽了最會顧客條款的那個顧客 對他有利嗎 還是對於其他那些沒有簽 最會顧客條款的顧客有利 那我們該怎麼樣 來思考這個問題 好在我們的故事裡面 有一個seller 然後他的產品 可能會賣給不同的買方 所以假設我有buyer A buyer B buyer C 因為我剛才講了這個條款 往往是出現在B2B的交易 或者是一些原物料的交易 在這些領域裡面 B2B的領域裡面 價格往往是買賣雙方 溢價協商出來的 並不像我們去超市 貼了一個標價 就必須要用公訂的價錢 廠商貼的價格適用所有人 並不是 大家平常的價格就是彼此互相協商 所以當這個賣家 比方說他要把他東西賣給B的時候 B可能說你賣太貴了吧 然後我要砍價 諸如此類 現在我們來思考一件事情 假設這個賣方跟買家A簽了一個 已經簽了最會顧客條款 MOST FAVORED CUSTOMER Clause 他跟買家A簽了這個條款 然後接下來這個賣家 要跟其他的這些顧客要來談價格 現在這個顧客B 他還是過來說 你賣太貴了吧 我要砍價 在原本的狀況之下 可能顧客B 就用他的這個談判手腕 或許可以順利殺價 或是談出一個還蠻低的價格 可是我們思考一下 站在賣方的角度思考 當他已經跟了某一些 顧客簽了最會顧客條款 或甚至他簽了最會顧客條款的這些顧客 有可能是大顧客 他們買的量很大 這時候身為這個賣方 他就會想說 如果我今天跟你這個買方 如果我今天跟我顧客B協商的時候 我就讓步 我就讓價 我降價的效果 不只是我用更低的價格賣給B 因為我還存在了一些其他顧客 是最會顧客 所以我對B讓價 我等於也自動的對顧客A讓價 所以這時候我降價的代價就會很大 面對到這個處境 你可以想像這個賣方 他在跟顧客B的時候 他談判談起來 會更有底氣 因為他會說 我也很想讓步 可是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有一個顧客A是大顧客 然後是最會顧客 那麼我給你打折 我也必須要自動幫他也打折 這樣對我的損失就很大 我是真的承受不起 你可以想像在這個 你來我網 大家彼此要貌似說理的方式 來協商的情況之下 賣方存在一些最會顧客 可能有助於他跟其他的顧客 在溢價的時候 要努力的守住這個價格不能太低 不會隨意降價 所以當顧客A跟這個賣方 簽了最後的顧客條款 我們可能要預期這個賣方 他會努力的跟其他的顧客 守住價格不要亂降價 所以最後會導致 很可能會導致這個賣方 這個顧客B C 或是其他顧客 他們的成交價 因此提高了 顧客B C 他們更不容易 凹到比較低的價格 最會顧客條款看似 保障了顧客A 但有可能會帶來這樣子的反效果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可以思考 從顧客的角度出發 當你跟賣方簽了 最會顧客條款之後 有沒有可能 有形無形之間 影響到你身為顧客 對價格距離力爭的動力 你可以想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已經是最會顧客了 不管怎麼樣 我都會是這家廠商 提供給他所有顧客裡面的價格 最低價是我可以取得的 那這個時候 我要不要再花那麼大的心思 我要不要再面紅耳赤的去爭取 一個更好的價格 更低的價格 可能我就不是有那麼大的動力了 可能我會想偷懶一下 所以最會顧客條款的存在 有可能會讓 擁有 成為 最會顧客條款的存在 可能會讓那些最會顧客 降低 他們去 談價格的誘因 他們不會那麼積極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對於不是最會顧客的這些 這些廠商 這些顧客來說 這個賣家 大家會努力的希望 對他們不要把價格壓低 要維持價格在一個夠高的水位 因為他只要對一個人降價 他就是對他的最會顧客降價 降價的代價是非常大 所以賣方在談價格的時候 會變得更強硬 更不好談 這兩個效果加總在一起 大家預期會發生什麼事呢 可能只要最會顧客條款的存在 有可能讓所有的顧客 跟這個賣方在交易的時候 大家的價格 都提高了 那麼最會顧客所會取得到的那個最低價 有可能會比 可能會比原本更高 你雖然是最低的 可是那個最低 在我們剛才分析的這些誘因之下 整體提高了 這件事情有沒有發生過 有沒有實證呢 進和策略裡面提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藥廠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還有一個例子是 1971年的時候 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 想要自肥 對國會議員來講 他們要選舉 選舉最大 最傷腦筋的事情就是這個競選經費 可能會很昂貴 然後回到那個年代 競選經費 花錢的大宗是哪裡呢 是電視廣告 所以在1971年 美國國會就通過了一個聯邦競選法 要求國會議員 參選的議員 在面對電視台買廣告的時候 這些議員能夠成為電視台的最會顧客 所以各家電視台提供候選人的競選廣告的費率 必須是電視台提供所有商業廣告 那些客戶都拿到的最低費率 你電視台對其他商業的顧客廣告費最低是多少 美國國會議員的競選廣告 買電視廣告的這個錢 就不能夠高過這個最低價 結果呢 從這個邏輯出發大家預期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電視廣告本來還有分冷門時段熱門時段 有很多不同的條件 是廠商跟電視台個別談出來的 聯邦競選法通過之後 電視台在選舉期間 對於商業廣告費的價碼都抬高了 他們對商業廣告基本上不讓價 即便是比較不好的時段 或者是收視率沒有那麼高的節目 整體商業廣告費的價碼提高 最後麻煩的是什麼 是那些候選人 後來美國國會就把這個法案給廢了 因為他們議員給自己 成為電視台的最後顧客 結果他們發現他們的競選支出是大幅增加 接下來我們要思考幾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問題是 最惠顧客如果照我們剛才的分析是對顧客不利 對賣方有利 為什麼這個條款會很普遍的存在 我們前面已經講了可能有些原因是 就是有些顧客他根本不懂最惠顧客條款會帶來的影響 因為不懂 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嗎 我們一個簡單的分析就是最惠顧客條款 對賣方有利 對顧客會造成傷害 顧客會用更貴的價錢去買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他還是會這麼常見 我們從美國國會聯邦進學法的例子看到 有些人是因為不懂 所以他爭取了一個對他沒有好處的東西 那有沒有其他的一些考量 會造成這個最惠顧客條款 很普遍的存在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懶 我如果跟這個賣方簽了最惠顧客 那麼我不用太煩惱去爭取到一個好的價格 因為我可以搭便車 別人爭取到的價格最低的那個就適用到我 這可能是一個考量 另外呢可能最惠顧客條款 剛才理論上面講的只是有可能發生 但是讓價格更貴這件事情 它不一定每次都會發生 誰知道呢 所以第三個理由是不一定 第四個 如果你是一家飲料公司 你需要去買阿斯巴田 或他的品牌叫做Nutra Suite 來提供這種低卡洛里的甜飲料 這時候你會在乎什麼 誰會去買阿斯巴田 都是飲料公司 所以對你來說 飲料公司你是要跟別的飲料公司競爭 你在乎的事情是你取得的成本 有沒有比別的飲料公司取得的成本更低 還是說你的成本比別人高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廠商 當B2B的時候的這些買家 要買阿斯巴田的這些飲料廠商 他們可能在乎的是相對價格 阿斯巴田貴沒關係 只要我買到的阿斯巴田 不會比別人買到的阿斯巴田更貴就好了 OK大家在乎相對價格 所以我取得最會顧客的這個身份 我可以保證我拿到的是比我的競爭對手 還要便宜 不會比競爭對手更貴的價格 但是這個價格的絕對值 究竟是變貴還是變便宜 相對不重要 這是第四個理由 那麼還有最後一個理由 有可能是從這個代理人的角度出發 因為實際上去購買原料 可能會需要這家公司有沒有 專門的採購人員 當你這家公司是成為供應商的最會顧客 這個採購人員大概就不需要為成交價格負責了 這個價格是我們因為最會顧客的身份取得的 我們已經比照了別人的最低價 這時候就看不出你採購人員 議價的這個功力跟能力 所以這是一個讓採購人員很容易 跟主管交代的 這個條款可以讓這些採購主管 讓採購人員很容易跟主管交代 好 從這邊出發了之後 我們已經看了這個最會顧客條款 對於買賣雙方價格的影響 它為什麼會存在 接下來我們來想想 從Seller 賣方的角度出發 最會顧客條款真的對他來講都是好事嗎 最會顧客條款有沒有可能會對賣方 帶來一些缺點 然後這個缺點 可能會從哪裡出來 我們剛才看到最會顧客條款的存在 讓賣方在跟顧客議價的時候 變得更難搞 變得更tough 然後讓買方 在議價的時候 變得更輕鬆 更掉以輕心 所以會讓買賣之間的成交價格提高 這也是對賣方有利的 但是有沒有什麼缺點 潛在的缺點 我們開學的時候 講過那個 電影的編劇要轉任導演的那個賽局 然後電影公司所委派的律師 他所犯的一個錯 是他把眼光只放在那個小的 議價的賽局 卻忽視了背後 有一個更大的叫拍電影的賽局 同樣的概念 我們應用到這裡 這個賣方 他所面對的賽局 真的就只有他的這些顧客嗎 真的就是他 他所面對到的競爭 真的就只是跟顧客之間來談價格高一點低一點嗎 有沒有可能在我們這個市場上 還有另外一個賣方 所以我現在幫他們標號 原本這個是Seller 1 另外一個是Seller 2 1號賣家跟2號賣家 然後2號賣家 他可能也有一些顧客 DEF 諸如此類的 然後呢 1號賣家 他一方面要跟他的顧客 談價格 另外一方面 他可能面對到2號賣家的潛在競爭 如果你是2號賣家 你會不會想 也去把1號賣家的一些顧客搶過來 如果你是2號賣家 你會不會想說 我出一個低價 現在你是顧客B 顧客B你因為顧客A有得到最會顧客 所以你受害 然後你必須要忍受1號賣家 用一個更貴的價格賣給你 我現在我是2號賣家 我出一個低價 你顧客B要不要跳槽 過來跟我買 當1號賣家面對到其他賣家的競爭 要過來搶顧客的時候 1號賣家就兩難了 在沒有最會顧客條款的情況之下 1號賣家可以說 別人要來搶我的顧客B 那我也幫顧客B降價 我設法留住你 但是現在 我如果為了要留住顧客B來降價 顧客A是最會顧客 我也就必須要對顧客A也降價 這樣會讓我留住顧客B的成本大增 我想說顧客B是小顧客就算了 所以當1號賣家有跟他的大顧客 簽這個MFC 最會顧客條款的時候 有可能讓他的一些小顧客 更容易被其他的競爭者的賣家 用更低價把他挖走 這個讓1號賣家面對在競爭的時候 面對到不利的一個局面 這是第一個缺點 有沒有第二個缺點呢 如果你是1號賣家 你可能也會去想 我要不要搶別人的顧客 來擴張我的地盤 增加我的市占率 但是如果你的品質也沒有比別人好太多 那你可能只能夠用優惠的價格去搶別人的顧客 但不行 當你要提出優惠的價格 為了挖別人的顧客的時候 你發現你自己的最會顧客 你必須要對他們降價 你會發現 綁手綁腳的 所以最會顧客條款可以幫這個賣家 面對在一個沒有競爭的場合底下 對他自己的顧客 他可以談到更高的價格 可是面對競爭的領域 在一個面對競爭的場合 最會顧客條款 有可能讓別的廠商 別的賣家用低價來搶走一號賣家的顧客 也讓一號賣家相對不容易用低價去搶別人的顧客 這造成競爭上面的一個劣勢 從這邊我基本上是示範 一個常見的商業條款 我們如何分析 原本是適用在他的買賣雙方之間 但是他也會影響到更大的賽局 不同的賣家之間的競爭關係 大家可以 大家在看其他更寫實 現實的問題的時候可以用這個架構去思考 我這裡要提到兩點 是最會顧客條款 他被認為是很神奇的地方 神奇的地方在哪裡呢 你有沒有看到我剛才在舉例 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是顧客A簽了MFC 但是會影響到顧客B跟顧客C 和這個賣家之間的談判的優勢 跟價格 這點是很神奇喔 很多時候我們一個政策實施在A身上 就會對A造成影響 但是最會顧客條款他很神奇的事情是 我賣家是跟A簽了這個條款 但是最後是讓我有底氣 用更強硬的態度去跟其他沒有簽的這些B跟C 凹到更好的價格 對A來講他心甘情願的簽了這個條款 B跟C會受害 但是B跟C什麼都沒做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他們沒有簽 然後他們什麼都沒做 但是就被A簽的這個條款影響到了 這是第一點 但是第二點我要講的事情是 雖然是這樣 但是當B跟C大家面對到的價格都提高了 身為最會顧客的A跟著也受害 所以最後A所面對到的成交價也會提高 接下來最會顧客條款還有一個神奇的地方 是下個禮拜我們會深入探討的一個概念 叫做策略不彈性 這是什麼意思 我身為賣方 我一旦跟顧客A簽了最後的顧客條款 我對其他任何人降價 我都自動要對顧客A降價 所以這個條款 從賣方的角度來說 似乎是把我綁住的 他本來我可以面對不同的顧客 推不同的價格 但是這個條款一簽 我賣家家租在我自己身上一個額外的限制 讓我必須要把A拿去跟其他BCDE 其他一視同仁套用到別人的最低價 這個乍看之下 有點像是賣家把自己綁起來 或是賣家削減了自己的選擇 的選項數目 總之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子 讓賣家跟他的最後顧客之間的價格的制定過程 沒辦法這麼靈活了 因為自動的必須要比照別人的最低價 看起來是一個沒有彈性的事情 然後我們生活中我們往往覺得說 靈活是好事 彈性是好事 不靈活沒有彈性是一個笨拙的事情 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但是在這裡出現的狀況卻是 賣家透過最後顧客條款 讓自己的價格制定沒有辦法那麼有彈性 沒有辦法那麼靈活 但是反而這個策略最終達到的效果是 我可以對所有的顧客的成交價都有辦法 都有辦法拉高 就因為我沒辦法那麼靈活了 所以我更介意輕易的降價 所以我用更強悍的態度去談我每一筆的生意 所以最後導致我每一筆生意的成交價都因而提高 這件事情叫做策略不彈性 乍看之下是束縛我自己 減少我自己的選項 但是我的選項減少了以後 減少我的選項是我自己的一個作用力 但是這個作用力會有一個反作用力 我知道我被綁住了 所以我需要更奮力的掙扎 我需要用更強勢的態度去面對顧客 然後成交價 包括最低的成交價 可能因此提高了 接下來我們還剩幾分鐘的時間 我先做一個開頭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會繼續延伸 然後把規則裡的細節這件事情 做一個完結 我們到目前為止所在分析的這些賽局 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我們在看的 都是依序行動賽局 在這個過程中 決策者大家的行動有先有後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討論的一個課題 是這個決策的先後不是在不同的人身上 而是在同一個人身上 常常很多時候我們做了決定 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希望我接下來半年 每個禮拜可以規律的運動 每個禮拜我有三天出去慢跑或上健身房 然後每次半小時以上 當我做了這個決定 下個禮拜到了 我就想說好懶喔 工作好忙喔 下個禮拜再開始 我們常常會面對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認為未來的我應該做了什麼事情 但是等到未來的那一天到了以後 我又覺得我不想做 我想要繼續延後 想要拖延 那麼我們能不能夠把賽局的觀念 拿去應用到這個領域 那這裡有一件事情很吊詭 我們開學的時候講過 賽局是一個策略互動情境 是賽局的參與者 大家彼此的選擇會影響彼此 大家有利益的衝突或競爭或合作 但是面對到一個人意志力不夠的時候 那樣的賽局裡面究竟是只有一個參與者嗎 還是我們可以把一個人 他今天的分身 明天的分身 後天的分身 詮釋成不同的參與者 而一個人意志力不夠的問題 可以把他詮釋成不同時間點的這一個人 他的那個分身 彼此之間有衝突 彼此之間在玩一個賽局 我們下個禮拜會從這裡出發 然後繼續的來延伸探討策略不談性 結束了之後我們就進到我們這學期的會是 在下一個主題談理性跟賽局裡面的決策 這是我們下個禮拜的課題